又在弄你的牛海啊 今天牛海合格不 很多粉丝都说 想看你放学回家之后都干些啥子 要不今天拍个视频 满足一下大家 ok 回家吧 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零食 又要吃啥零食 这个小小酥 万万小小酥 小小酥不就原味了 能有葱香味吗 可以了就随便吃点 待会吃饭了 拿着两三代鱼 一代万万小叔叔 还有他的快递 这两个快递 现在拆 突发状况 我们家的汤圆生宝宝了 小小子在放大鸡身 那我去做饭了 待会吃饭 想看又不敢开了 妈妈下线已经生四只了 下下来吧吃饭吧 我自己自己生 吃完饭小小子就得乖乖的写作业了 然后他们的作业也不多对吧 因为刚开始学嘛 数学的话一般都是写几面 两面或者三面 就是写这一刻就可以了 对 然后语文的话 就一般就是读这个诺诺详子 然后画下重点 英语呢也就写几面 写差不多就写 section1和sectionA和sectionB 对的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可以搞定对吧 好 今天语文就觉得多了一个课堂作业 哈哈哈还好 反正作业也不算多 会不会跑出去了 写完再吃行不行呢 抓紧时间呢 一个小时能不能搞定 可以 写完了 终于写完了 嗯 今天怎么花的时间比平常长一些呢 哎呀一直看汤圆去了 写完所有的作业 那就把眼睛放松一下哈 okk 护眼仪我都自己已经给你充好电了 因为我们家小辣子是近视眼嘛 所以他平时呢 我就比较注重他的眼睛 像 每天在学校里上了一天的课是吧 回来之后呢 又要写一个多小时的作业 用眼睛比较多 所以呢 平时我都会让他用这个护眼仪 放松一下眼睛 快点呢 没时间呢 紧摸天天 调个眼保健康模式 都朋友在那小辣子一边护眼一边撸猫 哈哈哈 一心二用 好了 污染结束了 你可以去洗澡睡觉了 不是我先看看猫 看了就去洗澡睡觉了啊 很晚了啊 今天写作业有点晚了 ok 每天呢小辣子就差不多十点半睡觉 反正不能超过十点半是吧 对 有粉丝说我上来假初衷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因为我没有晚期 我一般就是七点半到班 然后是六点钟放学 是的 那确实很轻松是吧 嗯 好像是很多地方都要上晚的 然后送到九点半回来 还要写作业 然后每天搞到十一二点才睡觉 对 那你确实很轻松啊 人家不轻松啊 还不轻松啊 像小学的规律一样的 小学他都是七点半上学 六人放学啊 小学七十四年大学 然后五点半放学是吧 你就比别人多了半个小时 四十分钟不精准点 哎呀要那么精准干嘛 反正就是还是跟小学一样 传往最轻松的初衷师呢